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专辑的硬广告当中可以看到王菲的脸部特写镜头 比手提电话更加的强 邱琳看到的照片也突然感受到 的确是这样一种冷面的美显现在王菲的眼神当中 其中的手提电话薄薄的也只是在她手中的一个小角落 不知道的朋友还以为她在做演唱会的广告呢 邱琳节目当中正在赠送的是王菲非一般的礼物 我们的要求是推荐一位你认为你非同寻常的好朋友给邱琳 然后和潇洒60分的听众一起来分享 那邱琳在上周五开始呢 已经正式赠送了这些礼物 不过有些朋友说他们星期天下午一定会今天还会特殊的 让以下这些朋友得到这一份惊喜 我收到了一位叫做杜一斌的听众朋友的来信 他推荐了一个好朋友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电话呢 拨到她的家中 拨到她的这个好朋友的家中 他说呢 现在这位好朋友是刚刚就读于复旦大学 新闻系广告专业一年级 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在家中 邱琳拨通了电话 喂 你好 菲华吗 对 你好我是邱琳 你好 有没有在听节目 没有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是在101.7章和消散60分的直播当中 好的 那我想问你一下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举行一个非一般的礼物赠送活动 听说过一点 听说过一点 那你现在有一个好朋友把你推荐给我 哪个好朋友 你有很多好朋友吗 有两个朋友对我说的推荐我 真的 那看来你非常与众不同 他们说你唱英文歌很有感觉是不是 应该说这样的 那你最喜欢王菲的有一首拿手的歌曲是不是 叫什么 王菲的 我喜欢他以前的歌 最近的歌不是很关注 以前的歌比如说 比如说 棋子 还清空 好的 那我来公布一下 推荐你到底是哪位好朋友好吗 好的 叫杜一斌 杜一斌 对 你得谢谢他对不对 好的 说不定他现在在收音机旁呢 他说你唱英文歌的感觉很有味道 我们非常想来听一听 我现在就唱 唱一小段 嗯 好 好 好像是博一室的是不是 不是 是那个 Savage Garden Oh Savage Garden Tural Deeply Madly 对的 我最喜欢他们了 他们说你还准备来参加东方电台的连环赛 对不对 对的 希望你能够成功 好吗 好的 那现在恭喜你 恭喜你和杜一斌同时获得王菲菲一般的礼物 也就是可视光点VCD 好吗 好 谢谢 也希望在礼拜天的下午一点 能够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祝你学业顺利 谢谢 再见 看来这位朋友的确够特殊的 有两位朋友要推荐他 不过我暂且只收到一封来信 那恭喜你 李新华 还有一位呢 是要感谢你推荐你这位好朋友的 他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李新华 他是我幼时学手风琴的伙伴 那说明杜一斌你会拉手风琴咯 他的英文歌唱得很好 唱中文歌也不赖 那我们今天的确听到了 他演唱澳大利亚组合 叫做Sovic Garden 女人花园的成名单曲哦 接着让我们再一次播通热线电话 看看有一位听众 他说他跟王妃长得有一些像 虽然性格不似王妃一般的酷 但是非常的开朗 他是谁呢 让我们试试看他现在是否在家中 希望不要让丘陵失望 他应该也在听节目 喂 喂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我想问一个 他的 哎呦 天哪 他的名字叫什么威 家中有一个女孩叫小威 小威 他的名字叫 是你女儿吗 她在吗 现在 她不在 不好意思 他叫张威 对不对 我是东方电台主持人秋林 他的有一位好朋友叫沈亿 特别推荐他成为特殊的朋友 也就是说有奖品可以获得 我们正在直播当中 那请爸爸告诉张威一下 好吗 好 好 谢谢再见 好 谢谢我们这位父亲 虽然说张威不在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一位听众沈亿这个马大号 没有把自己的电话告诉我 所以我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 没有关系 不过恭喜你们 还是获奖咯 我们来分享一下 他说除了是长得有点像王妃之外呢 眼睛 眉毛和鼻子 而且最喜欢王妃的两首歌是 雪中莲和红豆 那其实他说 沈亿说我和张威啊 其实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他听欧美歌曲 我听港台歌曲 他爱画画 我看足球 他喜欢逛街 我宁愿在你家玩电脑 他用电脑看VCD 我用电脑玩游戏 他养狗 我怕狗 沈亿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总觉得这样 挺逗的 这样一个蛮相逢的好朋友关系 嗯 祝愿你们能够 更加的有一天长地久之外呢 也希望拿到这份礼物的时候 高高兴兴哦 接下来我们 打通今天的最后一个电话 看看他是否在家里 这两位朋友呢 跟刚才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是 R10的伙伴 现在很久没在一起了 喂 新高 你好 请问墨毅在吗 我是东方电台秋林 我们正在直播当中 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没有啊 那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 非一般的礼物 有一个你的特殊的朋友 把你推荐给我们的节目组 是不是啊 你的一个特殊的朋友 嗯 他说他因为他说你的头发发黄 等一会啊 我叫他听一听啊 没关系你就听电话就可以了 墨毅来 哦 墨毅还不在电话吧 对对对 好 谢谢 喂 墨毅吗 你好 我是东方电台秋林 你好 你知道哪位朋友推荐了你 我不知道 你知道非一般礼物赠送活动吗 也不知道 是不是 让我猜猜看你这位朋友是谁好不好 让你也猜猜看好吗 他说他经常叫你黄毛小子 他说你口才很好 不过我现在发现你很内向哦 是这样 我第一次接到这张电话 是吗 我们正在直播当中 那就是说有人也在听哦 对啊 这个推荐你的朋友 他现在一定会在听啊 他说你会做模型 会雕塑 会画画 是不是真的 是的 那你会什么样的画呢 哇 我学过素描 还有一些水 色彩方面的 而且会过很多脚是吧 还说你有口才呢 其实那么的害羞 你在哪儿念书呢 在哪儿念书 我在卫语中学 卫语中学 现在念几年级 高二 现在念高二 推荐你的也是一个高二的学生 他说他是你的初中同班同学 而且还曾是同桌 进入高中以后呢 没有分在一个班级 学校很小 见面的机会找 但是呢 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碰到你想叫住你 可是迟疑之后呢 你又走过了 他说你是一个特殊的朋友 希望丘林充当爱心大使 把礼物送给你和他 能够猜出他是谁吗 你的同桌 曾经的 朱伟杰吧 没错 答对了 恭喜你获得了王妃 而且呢 不是恭喜王妃这个人 是恭喜你获得了王妃 这张最新的专辑中的VCD 可是光盘 当然特殊的礼物 要送给这一位 推荐你的朋友朱伟杰 好吗 来推荐一下朱伟杰 他是什么样的 是女生啊 是女生 是女生 他是什么样的类型呢 内向型的还是外向型的 怎么说 他是属于中间型的吧 中间型的 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介绍的吗 我想有些事情 我还是当面和他说吧 是这样 那么复杂 还那么有口才 好的 先恭喜你们获得了 王妃妃一般的礼物 好吗 好 谢谢再见 再见 如果说你也想参加 飞一般礼物赠送活动 谢谢给丘连吧 当然一定要注明 你是我们的听众 也希望你这位朋友 是我们的甜点的 丘连感到很尴尬 接着一位您送上这首歌 就就是王妃最新专辑 带来的 有一首作品 这首作品呢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国语版 一个是粤语版 国语版本呢 叫做百年估计 粤语版呢 叫做手望卖田 好了 让您一起来听听吧 我借来寄托 却变成我的心魔 你属于谁 我刚好紧握 却带来朝起朝落 都是因为有少 你有少 还曾经滂沱 证明你有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也 在解开夜 只看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什么骆驼 没时间的真实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悲哀是真的没有谁 打得本来给我 一百年后没有你 也没有我 我 你属于谁 我借来吹吹 却吹吹起人间烟火 天属于谁 我借来欣赏 却看到你的灯火 我借来吹吹起人间烟火 就是因为一路上 一路上 但一天静靠沱 乘迷你又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也 在盛开夜 你太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骆驼 没时间的真实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悲哀是真的没有 是假的本来给我 一百年后没有你 也没有我 没时间的 真是假的 沒什麼執著 一百年前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被愛是真的 淚是假的 本來沒我 一百年後 沒有你也沒有我 被愛是真的 真是假的 沒什麼執著 一百年前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被愛是真的 淚是假的 本來沒我 一百年後 沒有你也沒有我 王菲新專輯中的推薦曲這首歌曲有人說像四界的姐妹篇 王菲說只是說在編曲形式上有些類似 那是由CYKON為她特別製作 好了 王菲的日本廣告推出之後呢 的確大大的加重了她在日本當地的影響力 而且呢 王菲的電影2046呢 和木村拓哉的對手戲合作非常的愉快 木村拓哉還主動要求王菲可以送她一張專輯 好了 那我想這就是王菲的最新消息 節目進行到這兒應該進行我們的 進爆快訊掃描的工作了 好了 那麼明天同一時間我們的新專輯介紹 將帶來的是張國榮在上星期剛剛推出的 全新粵語大碟叫做陪你倒數 張國榮昨天在香港舉行了大型的簽名活動 這也是她這幾年來第一次舉行 而且呢 唱片公司Universal環球唱片 特別為她訂製了有四層樓之高 而且寬服很大的一幅巨型海報 掛在香港的主要的街道上 張國榮要靠一些掉臂啊 到這個四層樓高的這個巨幅的海報上簽名 有人說有恐高整波她覺得為了歌迷在所不惜 如果說你這兩天正好有機會去香港的話 一定可以看得到這一張專輯的巨型海報宣傳話 昨天的節目第一時間為您帶來歡迎歌坦最新的動態報導 那麼明天同一時間將為您介紹張國榮的新專輯的同時 今天還會為大家來介紹其中的一首國語作品 整張專輯有兩首國語單曲 那許如雲呢 最近結束了在馬來西亞的個人演唱會之後呢 不得不停止了她的巡迴演唱會 因為台灣地區地震的關係 不過呢 最近她準備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在香港發展 那月底呢 要跟梁漢文和蘇永康一起舉辦一場叫做好友音樂會 因為當時張信哲 王菲和納英的好友音樂會 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一次和梁漢文 蘇永康一起進行的主要是 他們所屬的唱片公司 除了是好像梁漢文 蘇永康和就是許如雲 都屬於Universal環球集團不同的品牌公司 一個是震東 另外一個呢 就是上華唱片 好 那剛剛有聽眾問Coco李文的消息 那Coco李文的第一張英文專輯叫做 Just Know Other Way 其中呢 她的造型設計都是請來了世界上 非常非常有名的攝影大師為她打造的 顯現的是成熟 健美 自由自在的新女性的面貌 嗯 那麼最近呢 她正在加緊練習 準備她在11月2日舉行的小新歌迷見面會 其中她將演唱新專輯的五首單曲 這兩天在香港地區最熱門的話題 又莫過於八卦新聞其中的劉德華的緋聞事件 那很多人都說原來香港的媒體 他們每個星期都要製造一些緋聞 所以呢 讓報紙雜誌能夠銷量快 那我想這些新聞就不必再傾聽了 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 鄭秀文和梁永齊最近呢 同日舉行他們的個人演唱會 梁永齊呢 是舉行了狂热分子梁永齊音樂會 也就是她原先畢業的學校理工學院舉行 八千張門票 一會兒呢 就被賣完了 相反呢 鄭秀文一連七場的Semi Icons演唱會呢 售票情況不太理想 而且呢 是延遲開場 引得歌迷在現場不滿 鄭秀文這一次打破慣例 開四面台演出 每天呢 排練的舞蹈的時間很長 但是售票呢 卻只有七成 但是Semi說她不在乎 到底有多少的觀眾在現場只要氣氛好就可以 那天在表演的時候呢 許志安到現場為她打氣 而梁永齊的現場看到了這一屆送上的特大花欄 蘇永康的消息 蘇永康最近呢 這一張蘇永康的化妝間 除了是帶來她和很多歌手的合作之外呢 還有一條消息 那就是說 香港地區為了答謝歌迷 我覺得這張專輯賣得相當的不錯 要加收另外一首她和女歌手 暫且保密的女歌手的作品 那昨天秋林曾經推出過她唱日文單曲 那香港唱片公司認為這是 恭賀蘇永康的新婚窒息 所以說呢 給她加收這首歌曲 給所有喜歡她的聽眾朋友 好了 接著就來聽聽 張國榮最新唱片中的國語單曲 全世界只有我最愛你 呃 全世界紅 我的感觉 從來不會騙人 可是這一次 她陪我犯錯 全世界我只想你乱爱我 我把心情弹得那样失落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你成人爱过 全世界我只想你乱爱我 我把心情弹得那样失落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 要你成人爱过 我会将头发长长的脸 望望谁一手卷都醉在那 反正它是无论如何 都缠终心疼 全世界我只想你乱爱我 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 我的感觉 从来不会骗我 可是这一次 它陪我发寒冲 全世界我只想你乱爱我 我把心情弹得那样失落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你成人爱过 全世界我只想你乱爱我 我把心情弹得那样失落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 要你成人爱过 要你成人爱我 爱我 爱我 是真的 不要那样说 我会在梦里哭得很久 会伤害我 全世界我只想你乱爱我 我把心情叹得那样赤裸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 这世纪我只想你赖我 我把心情叹得那样赤裸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 谁能证明什么 谁能够天长地久 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 收听欧阳城坚持球莹直播制作主持的 潇洒六十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潇洒六十分节目 如果说您想听到什么样的 哪部日本欧香剧的主题曲 请快快来信给秋林 另外革命信箱 还有呢就是非一般的礼物赠送 以及包括像黎明的有奖真达 还有包括是杜德伟的有奖真达 等等等等都在等待着您的来信 好了下个星期一呢是介绍新专辑 下个星期三呢是介绍 潇洒人物杜德伟 星期二或星期四会采访林志颖 星期五呢是非一般的礼物赠送 欢迎您到时收听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 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 你知道现在的休闲服潮流吗 当然知道 是卡其 卡其 你怎么知道 是真威斯告诉我的 他们最新推出的卡其系列 无论是和谐或鲜明的色调 都能带出卡其自然 时尚的休闲风格 我现在就要去真威斯 你要来吗 当然了 我也是潮流一族嘛 真的卡其 真的休闲 尽在真威斯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 101.7兆克 It's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什么是漂亮 漂亮又是什么 只要简单能表达自我的一两句话 并附上统一苹果多 仙城多 菠萝多 荔枝多 任意剪脚两个 即上海邮政信箱 3361恒009 偏偏情收 就有机会获得 新兴美容城 著名设计师 黎嘉信先生 为您做价值千元的形象设计一套 实现您漂亮的梦想 赶快行动哦 10月30号结稿 即日起 只要拨打85818热线电话 您就可以轻松订购 横寿堂系列保健品 鲨鱼干油 筋乳盖 筋腔鱼油 卵鳞汁 85818 横寿堂健康到您家 养仪之福 可得永年 上海横寿堂 ZA持久完美唇膏 新上市 时尚的亚光色 眼力更持久 快去ZA珍贵试一下吧 闪耀自我展现个性 ZA From New York 大富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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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窝洗糖 白年好喝 窝窝洗糖 百年好喝 窝窝洗糖 同心 同心 天下同心 甜蜜甜蜜 好甜蜜 一生甜蜜 一生甜蜜 汪汪洗糖 强调生活的色彩 拓展音乐视角 FM101.7 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道 我们带来的 不只是音乐 东方广播电台 东方风云榜新歌推荐 由上海横寿堂 特约播出 养仪之福 可得永年 上海横寿堂 请欣赏周南宇全作词 宇全作曲并演唱 感觉不到你 滚石唱片制作 感觉不到你 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 因为你的爱 我在呼吸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 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 所以你的沉默 也变成了爱情 我们的问题在于你 若远若近的距离 在于我对爱情呢 还不确定 在每个执着等待的夜里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 坚持着不哭泣 I want to play you into my heart 我是空汗寻觅的唯一 别再让这样的伤痛再继续 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你 I want to play you into my heart 东方风云榜新歌推荐 每天逢正点滚动播出 欢迎收听并投票评选 RTM 音乐时间 RTM RTM Salut mes chers vue c'est l'heure de RTL music i moi 決daline 你好 这里是rtl音乐时间 我是決daline 很高兴 你将收音机的指针 调到了FM101.7 给送出的rtl音乐时间 comment ça va 有趣的在这里 所以节目一开始 让我们来听一首快乐的歌 《Un monde parfait!一个完美的世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